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隔根是很多家庭餐桌上常见的食疗家品 既可以冲服,也可以蒸熟,还可以拿来包摊 因为它具有清热、生津、止咳的功效 所以男女老少皆宜 因为这个隔根具有极大的药用和食用价值 因此也有亚洲人甚至美誉 而隔根粉也被人们称之为长寿粉 隔根是一位很好的药食图年的中药 但被大家熟知还是因为传说中它有丰凶的功效 那除了丰凶,它还有什么功效呢? 第一,保护心血管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隔根中所含的黄酮和隔根素 不仅能改善心机的氧代谢 还能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 对于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心率失常,失眠,焦虑等等的病症 都有很好的临床疗效 第二呢,调节类分泌 这个隔根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达到12%左右 其中的这个玉黄酮,大豆肝原,隔根素等 11种功效成分呢 具有显著调节类分泌,双向平衡,体内磁极素的作用 第三呢,降血糖,血脂 有这个研究表明啊 张仲敬三行论中的金方,隔根青年汤 具有显著的降糖效果 研究显示呢 具有明确的降低空腹血糖的疗效 现代研究表明啊 经常使用这个隔根呢 可以降血糖,血脂 尤其对于这个胆固层升高的高血脂啊 更有效 第四,节酒副干 隔根的节酒作用呢 在神龙本草经,药性论,本草食仪,千金方 等等的传统衣著中呢 均有明确的记载 第五,养颜防衰 隔根呢 具有一定的清热叙事 自容养颜,美白防衰的作用 研究表明啊 隔根中含有丰富的液黄酮成分 有利于这个自由基的清除 增强皮肤的抗氧化能力 达到美白肌肤的作用 那隔根应该怎么吃呢 今天啊,你医生给大家推荐一种 隔根中 有清热,生精,止渴的功效 我们准备材料 鲜隔根150克 或者干瓶50克 金米100克 做法呢 就是将这个鲜隔根呢 洗净,去皮,切成小块 金米掏洗干净 与隔根一同放入砂锅 加适量的清水 大火煮沸 小火熬至这个米烂粥稠 调入适量金盐即可 它呢,是以这个高血压 糖尿病 脾虚 慢性腹泻的人群使用 好了,朋友们 看完了 记得帮你医生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